大家好,我是顾云雄博士 今天一个科技新闻上了美国各大网站的头版头条 原来我们之前学的七大洲三大洋的概念 被一位毕业于长安大学在中科大拿到博士学位 目前在欧洲哥廷根做教授的科学家黄川推翻了 他用一台超级计算机模拟了超级大陆的形成过程 结果发现在过去的20亿年之间 地球的大陆每隔6亿年就会碰撞在一起 进而形成一个超级大陆 这个就叫做超级大陆周期 这意味着目前的大陆将在几亿年之后再次聚在一起 而我们知道目前太平洋每年会缩小几十厘米 也就是说再过三亿年太平洋将会消失 那时候地球将会有巨大的变化 海平面会更低 新的大陆被取名为阿玛西亚 这个发现震惊了世界 感谢科学家为我们发现美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科学家为我们发现美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